我觉得政府可以考虑叫年纪大的 迟些打因为科兴疫苗 他自己都说60岁以上的数据是不足够的 所以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点疏忽了 至于有一些朋友问我 是不是科兴疫苗的效果差一点 我自己 好 回来施对话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继续是威威和施老板 施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我想我在深圳也很关心香港疫苗的情况 因为我白月就回来也打算打哪一只 现在有两只 一个科兴 一个復必泰 你打了没有 我其实就打得比较早 一个我就照政府安排 属于高危人士 就65岁 其实我差二岁的了 就快大约73 那属于可以优先去中的 不过报名也报得迟 初初去报 第一天我都去报的了 波已经满了 那后来听到朋友 是一些协办机构 有帮政府去打疫苗的 那他就说可以帮我安排 那所以我就 就是上个星期一 现在都一个几星期之前 已经打了 OK 但是 没有什么特别异常都OK的 很好 但是后来我听了有几个好像意外 我不知道意外 有一个死了三个 有一个就说不关事 有两个是不是还在调查中 我是不是觉得不对 现在基本上没有证据 他可以说他是因为打了疫苗之后出事的 因为这个社会就经常都有人会意外死亡的 那些是自然死亡的 那在外国都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有些国家就是我听到的消息 好像在美国也过千人的 在北欧这些国家也几十人 以色列都死了 那判断就是未必跟疫苗有关 那其实我自己认为 比例高都会吓人的了 就是证明跟疫苗有关 我相信难度极高的 那你要找到个原因 究竟疫苗里面的什么成分 令到一个人的身体起作用 甚至致命的影响 这个是久远的研究都未研究出来的 那我自己的观察就是 起码死亡的人就不是说感染到新冠病毒 出现了新冠病毒那些病征 或者看到它有抗体 就是他们不是死于新冠病毒 那究竟是死于什么原因 现在你可能要解采否才知道 解采否也不知道 以我这样的医学常识 我都认为不容易调查到出来的 那但是这个世界就是先后的因素 很容易被理解为因果的因素 就是人很多时候不知道 理解究竟什么原因 造成一件事 总之发生完这件事之后 发生第二件事 那些人就会害怕的了 那现在事实统计数字就证明出现了这些事情之后 去报名的人是减少了的 那加上最近就除了科兴疫苗之外 复必泰疫苗都运到来香港了 已经可以开始报名接种了 那变了有一部分人就去了打另一种疫苗 那科兴就可能少了人打 我自己觉得就政府可以考虑 叫60岁以上的人 遲些打 因为科兴疫苗在 他自己也说60岁以上的数据是不足够的 那当然现在出市的三个人之中 其中一个不够60岁的 好像只有55岁的 那所以年龄也不是一个说必然的因素 但是少一些年龄大的打 在有些国家可能不会这么做 我知道有一些国家就七八十岁都叫你去打 就是他认为这些人打了之后 那个保护能力提高可以减轻 医疗系统的负担 因为这些人一出市 就要日申设治疗部 要医生整天照顾他 那所以有些国家老 叫他打早些 那香港的疫情 其实没有去到这么严重 我觉得政府可以考虑 叫年纪大的 是这样的 迟些打 先方那些 经常接触人的工作的人 在酒楼食肆做 在街市做 或者做公共交通工具 经常接触人的那些 就要他早些打 那老的 迟些打就出现死亡的因素 应该少一些的 因为始终都是他们近头多些的 那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少一些人出意外 那有利于就是鼓励多些人打的 那就打了年轻的那些先 或者设一个中心 就专打60岁以上的 就有些医护人员 去了解多些他们的情况 帮他们量一下体温 量一下血压 那就安全一些 因为你说所有去打的人都找个医生 或者找几个医生会诊完才决定 打不打呢 这个做不到的 但是所以只能够区别对对 年纪大那些是 就是给他一些特别的安排 或者问的详细一点 那可能会恰当过 现在一视同仁的处理 是的 因为我在大陆是老人家 暂时是没有说要打科兴疫苗的 就是我知道你说你是打了科兴 但是大陆是没有鼓励老人家打这种疫苗 所以香港好像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政府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似乎就有点疏忽了 因为药厂都说60岁以上的资料未够 大陆没有求老人家打 还有澳门也好像老人家打 是有特殊一点的 就是要问清楚才可以打的 我觉得香港可以区别处理的 至于有一些朋友问我 是不是科兴的疫苗的效果差一点的 好像只有50%多 其他的有80%多 90% 那我自己当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听那些专家说 其实是这些所谓有无效是每一间药厂 可能测试的人对象不同 有效的定义都不同的 那么现在照我所知 这几种疫苗都不是打了不会染病 打了也是染病的 都可以感染病的 只不过打完之后感染的 那个产生的抵抗力去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效保护自己的程度 譬如科兴其实他是分开几个层面的 如果打了之后会不会染病呢 他可能只有五成左右 就是有保护性的 就是你可能有四成多都会染病的 那染病里面又分开 需不需要医疗照顾 如果不需要医疗照顾 那种有效呢 他去到80%过外的 如果说要去到重症日丸 那种有效抵抵抗到重症日丸的能力 他是有效到100%的 那很多其他的疫苗都说 90%多有效 是有效到令你不出现重症而已 那所以现在打这些疫苗是助你对抗新冠病毒 去到不会出现要住院重症很严重 所以不是就是疫苗都可以纯粹以一个量化的数字 说这个有效率多高 这个有效率多高 它有效率都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定出来的 那所以有些人说 施生你其实应该打伏必态 比打科兴 那个比例低一点的 那实际上有一个还叫我 我说我已经打了一针了 他说你下一针打另一些 那这些就更加没有医学常识 你没理由打一针 打了科兴第二针去打伏必态 很多都要打两次的效果才好一点 那所以我第一针打了科兴 第二针就是注定要打科兴的了 当然你说我差几岁老一点 我自己觉得健康状态还可以的 那当然如果有人在 其实量体温量血 现在其实自己家里也做得到的 那我自己觉得 慎重点起见 政府就年纪大的 迟些才打 那就等多些武士 信真恢复才开始打年纪大的那些 明白 是的其实 但我觉得香港人已经很幸运了 就是大陆就是打科兴而已 你在美国是没得选择 在美国也不能打科兴的了 美国就带美国营养的了 是不是 所以香港还可以 你可以打科兴 你可以打肯必态 其实有三种营养 我觉得现在很幸运 但是没有需要把这件事很政治化 就是你是投资什么就要打 我觉得没什么需要 就是大家 总之我们希望社会快些回复正常 那应该我自己看 现在好像也有十万个外 那随着那些接种终身增加 那我相信是在下半年 应该很多正常的经济活动 生活都可以恢复 那希望迟些打的人多了 就给香港人去旅游 做treat去做公共 那经济就会好些了 是的 好 多谢施老板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